美国密歇根州移动公寓大楼 星期二晚上疑似发生瓦斯爆炸 有两个人重伤送院 还有两人失踪 根据网民分享的视频可以看到 公寓大楼在漆黑的夜晚冒出火花 几十名消防员赶到现场灭火 当地消防队长证实 爆炸彻底炸毁了公寓一个单位 其余十几个单位也受损 猛烈的爆炸造成两个人受伤 还有两个人下落不明 当局推测 爆炸可能跟瓦斯泄漏有关 但确实原因还有待调查